去年我在澳洲結社了 富士蘭少數民族 事務局的執長 尤里先生 他告訴我 澳洲政府一年來採取抗藏政策 歡迎各國地區的人民移民澳洲 但是這些來自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區 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想 不同的宗教信仰 乃至於不同的生活習慣的人民 現在大家聚焚在一起 如何能做到互相尊重 互相敬愛 互助合作 共存共融 創造澳洲美好的生活環境 和安靜繁榮的社會 尤里先生的想法非常合理 非常難得 我法里所說的真實智慧 不過而止 去年年初我訪問 黃金海岸的邦德大學 人文社會學科學院 保羅院長接待我們 他說 這個學校有兩千多名學生 卻來自三十多個不同的國家地區 就像是一個小型的聯合國 他們也在尋找 用什麼方法融合一切多元文化 使全校師生能夠融洽的在一起生活 在一起學習 將來把這個融合多元文化的精神帶上全世界 保羅院長的談話使我即刻就想到 大方廣佛華言經 此經開端我們看到參與佛陀的說法的聽眾 卻有兩百二十八個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社團 此事一會若空說十八 則有無數無盡之族群 這正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多元文化的大會集 佛陀上所說的宇宙人生的真相 就是指這些無量無數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思想集合在一起 大家皆享有各種和雲融的真善美會生活 世尊和諸佛菩薩為了要達到這個目的 採取了教學的方法 就是要讓一切眾生認清宇宙人的根源真相 所以佛跟大家講真話 真話是什麼? 近虛空騙法也原本就是一個妙好完美的整體 這種思想騙解在中國古聖先前也曾說過 畢竟說 叛行生兩仪 兩仪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萬物 大家說得更清楚 天地與我同根 萬物與我一己 直接說佛法相近 我們要達到多元文化的合格 多元文化的圓融 首先必須要有這個認知 問題就解決了 凡人沒有這個認知 體心動力所作所為 總是只顧到小小的身家 生起了自私自利的觀念 自私自利心的發展 必定做出損人害己之事 這樣與別人就產生了衝突 矛盾互相侵犯 加害對方 這就是造成監災人禍的根本原因 我們冷靜觀察世間 許許多多的災難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從自私心中 自私心形中來的 所以佛講得非常正確 一切災難 一切不好的國報 都是從失禮而生的 譬如一棵大樹 這棵大樹是一個整體 我們把這個大樹比作宇宙 比作法界 自己比作樹上的一片樹葉 葉葉相看就是產生潰力 對抗 彼此災影 如果深入觀察 原來好幾片樹葉是從同一個枝條出生來的 是屬於同一個族群 這就不會和其他的葉產生的衝突 如果再往下尋找 瞧瞧生同一隻 吃隻生同一幹 幹幹同生一本 本本同生一根 找到了根本 才曉得整個大樹是一個整體 一個大我 一個真實的自己 這才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根源炒到了 於是一切的對立 矛盾 衝突 煙消淋散 大慈大悲的心油然而生 愛護一切眾生跟愛護自己一樣 真正進入一他不二 真正體驗到整個大宇宙是世界一家 整個地球是一個家 人與人的紛爭就沒有了 所以任何的族群團體 統是多元的文化融合個體 這是我們必須認知的 社務區空法界 所有的星球是一個整體 一切問題才能夠圓滿解決 此因事實真相 華元經理講的最詳細最明牌 所以 多元文化 理想的教材就是 大方廣佛華元經 華即是表虛空法界無量不同的族群 言及彼此無愛 共存共榮 和睦相得的莊嚴美好圓滿物業 凡事具有如此認知的人 佛法中稱為佛之佛界 此人即為菩薩佛陀 今年我訪問 多元文化的研習所 專門培養從事促進社會安定繁榮 世界和平工作的專業人才 最理想的是 國家有一所多元文化大學 或者每所大學裡都有多元文化學院 多元文化學系 共同努力 共同努力落實社會安定 世界和平 多元文化的理想 才不至於變成一個口號 這是澳洲政府 澳洲學術界的人 值得我們尊敬 值得我們佩服的地方 我們會全心全力贊助他們 完全這一大治 善理想的實現 佛法有理論 有方法 決定可以落實 我們應當要學習 佛教的經典是人類各種不同文化的共同保障 它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它的看法 想法 做法 完全是與大宇宙完美的整體相應 與整體的相應就是佛經常說的 與自信相應 這才能真正把宇宙人生一切問題 圓圓滿滿的解決 我今天有緣參加如此盛會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志士 仁仁精子 僅在此表示熱誠的擁護與支持讚嘆 做出具體本分為多的貢獻 進行指教 謝謝大家